干活回家吃早餐了 今天早上吃的是媳妇最爱做 也最爱吃的柳州螺蛳粉 这一碗看起来挺有食欲的 上面有酸笋 还有腐竹 还有海带 大大一碗 那我们开吃 好香啊 这个米粉非常的劲道 做起来呢就像我们这边实体店的味道 非常的好吃 有一层辣椒油 太过瘾了 在我们广西这边 吃螺蛳粉或者是桂林米粉 它上面这些酸笋 还有酸菜 海带这些都是免费加的 如果外地的朋友过来吃米粉 记得一定要多加一点 这个是前段时间表妹送的泡菜 四川泡菜 在我们吃米粉啊 或者是吃面条 或者是粥的时候 都可以加一点 这个也是很脆的 这个也是很脆的 哎呀呀 哎呀呀 像这样一桶啊 就是500克 基本上都可以吃半个月了 很脆 好吃 很脆 好吃 刚刚去世子果园干活回家 再过几天呢 我们就准备去摆设了 因为百设那边的芒果熟了 嗯 好像百设那边也是吃 南陵的老友粉 还有桂林米粉 到时候咱们去尝一下 百设芒果也快熟了 很多朋友都非常的期待 我们广西百设这边呢 就是中国的芒果之乡 太爽了 太爽了 弟弟 你要不要吃 来 螺蛳粉酸酸辣辣的 孩子也很喜欢吃 它这个乳笋呢 就是酸笋 还有我加了一点 这个四川的泡菜豆角 我们家孩子啊 基本上早餐也是吃 螺蛳粉 或者是桂林米粉 还有就是饺子 好吃 辣不辣 孩子早上都吃过了 但是在看我吃的时候 他还是想吃 因为这个粉啊 真的是太好吃了 过两天去版社 我就准备不带媳妇去了 因为台湾在找大孩子 来 弟弟 这个螺蛳粉啊 它就和实体店呢 有一个胃 上面有酸笋 有配菜啊 和实体店就是 几乎是一模一样啊 我们把螺蛳粉的链接 放在了视频下方 喜欢吃的朋友们 不要错过了 吃完了 太棒一碗了 好 那我们这视频就先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